欢迎来到宇说体育 今天勇士队战胜了公牛 水中库里单场砍下40本命中的九季三分球 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 外界普遍认为今天勇士碰公牛一定会遭遇一场恶战 因为毕竟公牛队和勇士队之前相遇的很多对手不可同志而语 其他很多对手 比如说赛季初期遇到的胡人和快船 那两支球队虽然也是顶级强队 但赛季初期毕竟是阵容出现了非常大幅的调整 上去磨合 而其他球队可能说整体实力这块相对比较有限 勇士也被外界认为是凭借了赛季初期相对来说 比较轻松甜蜜的赛城之旅 而打造出了目前联盟第一的战绩 公牛队他是动部的绝对实力派 在这场比赛交手之前 公牛的战绩甚至是高居动部榜首位 之前两场比赛 公牛队打东西部各自的强队发挥也是极其处色 比如说面对同分级的对手 拥有两位MVP凯文多兰特和詹姆斯哈登领军之下的 争贯的绝对种子之以的布鲁克林篮网 公牛队学习了篮网23分之多 接下来面对西部之前排在第三位置的达罗斯东霞 公牛队赢了东霞十分全场压制东霞在党 这就是公牛队他可以说是连塞当中出现的一支姓贵球队 尤其防守端又积极处色 拥有扎克拉文目前他的态度愈发积极 德罗战回归东部之后更是以防守为己任 再包括卡鲁索板凳席的一个防守武器 首发这块狼左鲍尔以防守建场 同时四野大局馆的各个方面 防守端阅读能力在连塞当中也积极处色 尤其就是公牛队他还擅长换防能力 因为毕竟除了武器围棋以外 其他的你比如说板凳洗净布拉德利 一旦说拿上塔换防能力会提高 护框能力也能增强 今天这场比赛武器围棋因为深染感冒 所以他没有触战 虽然说没有触战 但结合之前武器围棋进攻端比较低迷的发挥 扫了他之后似乎说公牛战胜勇士 好像说跟我希望了 也毕竟他的换防能力护框能力站在摆着 这个布拉德利 结果双方之间真说场上一脚亮 我们发现勇士队打这个公牛 跟打其他的球队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公牛队虽然说进攻很优秀 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发现 两支球队就是在防守这块 大量都是采取换防策略的 而换防策略之下 检验的就是一个球形真正的质量 你的真正进攻的层次到底如何 是否有真正的顶级居型 能够站出来为球队出头呢 而且不光能够站出来单打 还能够通过自己单打有效的 策动起团队的进攻能量 毫无疑问 无论是扎克拉文还是德马尔德罗战 他俩在私用库里面前都是相形建筑的 库里不光是个人极其暴肿 哪怕对面好几个防守专甲 但是库里也无所畏惧 这场比赛他也证明了 哪怕就是联赛当中防守对抗级别尺度 开始调稿了 郑仁彤之前八九十年代那番篮球风格了 但是我又有何惧呢 库里他的身形 随着这样一种年龄增长 也在不断增强自己的肌肉维度 加强自己的对抗 在进攻的那块 打法可以说预见刚猛的做派 也就是说 现在的库里属于是刚柔并济的 这样一种打法套路 在赛场之上是愈发不可阻挡 在新的版本当中 库里也是陆续的适应 已经融入到新的版本之下 所以在库里的强势发挥之下 以及他将用超强的带动能力之下 勇士队再度掀起了三节的 打卡反攻的这样一种传统的优势 这场比赛也是第三节 单节赢下对手18分之多 一举奠定了比赛的胜利形势 这就是勇士队他这场比赛所展现出来的 哪怕面对这个联赛当中 数一数二的超级强队 仍然打除了属于自己的比赛 不得不说 目前毫无疑问 勇士队已经领跑联盟当中的实力榜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